我们先回答朋友们所寄来的问题 第一位朋友 他写的信比较长一点 我不会整个信都念 我就把最后这一段 就是提问的这个部分念出来就好 然后他提到 但是做上怎么努力 让心自然宁静休息 不用力都做不到 头紧绷问题还是经常困扰着 还得请教老师该如何 知道觉知与境界不二 新境界觉知是因 也只有当下觉知 为了保持念处 可否在静修时 用手或脚动作 像动中禅那样做守护运动 去觉知手动和手与身体处 不在身体能量上修 不光呼吸可以吗 OK 好的 OK 好的 禅修有很多的下手处 然后你所采用的弃性之所 那理想上当然是一个能够让你很容易下手 让你觉得你观察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你观察它是一个不需要透过皱眉头 不需要透过钻牛脚尖 你就能够直觉敏感的查知 所以你不在身体能量上面修观 当然可以啊 你可以好比说 按照我们今天所讲的方法 去留意着你内心的动态 如果说这个也绝对不适合 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下手的地方 那个身体上面的动作 那是可以的 所以你问到像动中禅 那当然是可以采用这样子的方法 我一的建议呢 就是说一般南传佛教的动中禅 他可能是比较机械化 他可能有一个既定的程序 我的建议是 你在独处相对闲暇无视的时候 你不管是散步 或者是在轻松闲暇暇的状况当中 改变你的姿势 或者是做一些轻松的运动 你一边留意着 如何让你自己身体内在 能够浸泡在一种像是安详 放松省力 类似像这样的舒适的 具体的感觉 然后一边观察你的动作 然后你是可以全然的融入到 那个动作当中 尽量的把多余的念头都放下来 多余的诠释都放下来 纯粹什么叫动 什么叫做单纯的触感 什么叫做单纯的飞行号神 什么样的力量在先锋 坐浪 从这样子的角度去观察 好 下位朋友 提到 孙健朱老师你好 想和您分享我最近一次的 缠坐体验 当时我在海上乘船 面对大海静坐 听海浪翻涌 我引导自己 我是意识 意识就是我 慢慢安静后 我感到我是轰隆的浪声 也是声音背后的宁静 我是地球上无际的大雅 也是一个水分子 我是一切 也是一个点 同时这个点和一切 都是空无一物的 总之 缠坐中感到身体消失 空间消失 大与小的界限消融 由于空的矛盾 变为统一 非常奇妙 这次缠坐我感觉很放松 同时也充满热情 请问老师这样的体验 是否为事无边处如何增上 OK 好的 当我们采用一个标签 去说 啊 你这个是粗产 啊 你这个是空无边处 啊 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的标签 有有用的地方 然后也有它 不恰当的地方 所以我们姑且这样子讲吧 如果你觉得事无边处 这个标签对于当下 是有用的 你就用它 但是心里面 把这个标签当作是一个 探索性的 把它当作是一个 正在进行式的 也就是说 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绝对的 你已经达标了 已经进入了 而是把它理解为 是一种动态的 你还在理解中的 所以你在做这样的探索的时候 你的重心不是放在 我到底是不是已经进入了 事无边处 而是继续观察 眼前这一种动作 这一种动态 它的发生的方式 然后你这个地方 所形容的这些体验 这些体验 都是很好的 它可以是很有用的 像类似的 这种体验 它能够让我们很贴近 觉知 它很容易 被进化成为一个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一秒钟以内 在一转眼之内 你就可以回归到 这样的一个避风港里面 也就是说 当你遇到了压力 当你遇到了生活 那个动荡的来源 的时候 你可以在一个留意 一个很短的时间 一个动作的放下 一个压力的松缓 一个视角的微调 你就可以契入到 类似的经验里面 然后你这边提到 如何增上 第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那就是 你继续以动作这个角度 来看待这个境界 怎么样动作这个角度呢 像你看一看 你这种大喊的认知 或者是说 没有大没有小的认知 这种认知 它是透过了一个念头 而产生出来的吗 它是透过你 做了一个比较 透过交换起 某一种记忆 而感觉到的吗 或者是有 更直接的方法 感觉到 它不要透过念头 你看一看 眼前是有什么样的活动 还有什么样细微的用力 它再呈现出 这样的体验来 你知道动作 所以你可以 透过更近一步 放缓 瓦解 细微的动作 而进入到更深的 所以事无边处 它要能够进入到无所有 它要进入到 飞翔飞翔 它要进入到无作 到灭境 它的基本的方向 就是在 就是在 放下 你还在认同 动作的那一部分 然后 如果比较大一点 长远一点的目标来讲 如何增上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我们的修行 它最终都是为了要 能够 瓦解掉 浴滩 瓦解掉 罗曼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这样的经验 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你 达到 这两个 至少是其中一个 的目标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在这样的 这个体验当中 去观察 和浴滩的距离 你很有可能 是能够以 更加清楚 更加甘愿的心情 愿意去放下 对浴滩的依赖感 你在这样的心境当中 你特别容易 看到那种饥渴感 它的苦 它的那种 巨大的能量的消耗 然后 如果你是说 你真上 是为了要 断除掉浪漫 那么你看一看 针对着 眼前的 这个经验 你那个里面 还有没有 我在经验这个 这个在发生 在我之中 这是我 我住在这个里面 我是那个 观察到这个的人 等等的 这一方面的作意 这一方面的 注意力使用方法 OK 好 我们再看 下一位朋友 亲爱的朱老师 您好 在您早期 开始 喜觉知的文字中 有这样一段话 很多国内外的有钱人 认为有钱 就可以让小孩子 过他想要过的生活 小孩子就不用那么辛苦 往往用这样的方法 教育出来小孩 颠三倒四 做什么都得不到快乐 再多的钱 你买不到 他要的那种满足感 因为我们的心 是需要戒律 需要一个框架 需要一个用功的方向 如果给予心 纪律 框架 努力的方向 感觉是好的 如果你在精进 却感觉不好 请调整精进的方向 方法 懂得调整经济的方法 就是踏实的感觉 这段开始中 提到我们的心 是需要戒律 需要一个框架 是因为心的修行 需要戒律和框架的 不齿吗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有点模糊 OK 好的 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 有时候会得到 几乎是相反的咨询 一方面 佛法他讲说 你要框架 你要戒律 你要纪律 你要方向感 另外一方面 佛法讲说 你要超越纪律 你要超越框架 你要放下 那个不断地向前 的那种动力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地 来理解 这个看起来 似乎是矛盾的 教法呢 如果你当前 你的注意力 主要是在 认同着心形 也就是说 你把 那个内在的 这个湍急的河流 这个水流动状况 当作是你主要的 活动世界 这个是我 这是我在做的 如果你的注意力 它现在 是在这个阶段 的话 那么你需要是 纪律 框架 努力的方向 因为你认同的是 意志 意志 它都是需要 被引导的 它都是需要 导向的 如果在另外一方面 你的修行 或者起码在 此时片刻 里面 你在练习着 不认同 心形 不认同心形 有很多 好比说 诸行皆非我 或者我是觉知 或者任何的 解脱门 无作 你在练习 放下所有的作者 这样的认同感 如果 你是在做这种 摆脱开心形 或者体验着 心形 它调伏 的阶段 那么 主要讲给你听的 佛法会是 超越 纪律 框架 往前冲 所以我们可以 从这样的这个 角度来理解 什么时候需要什么 一小孩子 大部分的小孩子 一百个小孩子 里面可能九十八个 他都是这样 其中两个 他是特别 会跟的 你可以跟他讲 这种超越 诸行的 出世间法 但绝大部分的 小孩子 他们需要 纪律的 然后这个纪律 它是 要符合中道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纪律当中 你要给他 即刻的 事实的 丰富的 正面回馈 奖励 等等 所以他不是 只是在苦行 他不是只是在 锻炼自己 他不是只是在 忍耐 锻炼自己的 意志力 所以 同样是小孩子 有的小孩子 他在能够 承担做家事的 责任 里面 他有很大成就感 他变成熟 他会 更加不容易得 像犹豫症 抑郁症 另外方面 有的小孩子 在承担了这些 更多的责任 更多的几率 他会被压得 传不过气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 这样子的 OK 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这封信也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不会 全部都念出来 基本上你提到 自己的妈妈 可能很多人觉得 你妈妈是不正常的 但是你的观察里 你觉得你妈妈是正常的 当然你还要问到 其他问题 可是我们先针对 这个部分 来讨论 在当代的心理学 跟古代的佛学里面 都讲到过 有 某一些心理的疾病 有某一些的烦恼 他的呈现的方式 是细腻的 也就是说 你要符合当代心理学 临床标准上面的 说心理有问题 你并不需要是一个 疯疯癫癫癫 语无伦次 整天就是 在那边 这个发飙撒破 无理取闹 不可理喻 不是这个样子的 某一种的疯癫 是一样的方式 呈现出来 像好比说 严重的失智症患者 他有可能会有 非常明显的 疯癫的症状 可是有好一些 心理上的疾病 他是很细腻的 他是 不会 那么容易的 在日常的互动当中 显露出来 然后你如果你没有 经过专门的训练 专业的训练 你是 没有能力 去做这一方面的诊断 然后我现在 他并不是要给你妈妈 做诊断 我只在提醒你 有一种心理疾病 他叫做 偏执人格障碍 然后偏执人格障碍 他有可能 在很多时候 他是理智的 逻辑的 他讲话是 完全可以跟你 正常的对应 他可以用清楚的 稳定的眼光 看着你等等 如同你这个地方 所形容的 但是 他对于某一些 事情的诠释 是极度的 偏执的 而且这个偏执的 程度会使得他 在正常的人际交流上面 会严重的受影响 那这样的人 就很不容易 能够有 长久的友谊 稳定的人际关系 等等 所以你不要以为 说自己的家人 他讲话严简意该 对人是不糊涂 等等的 他就是一定 就是没有事情 OK 好 然后再来 你接下来问到说 你要怎么样帮助他走的时候 和安详 或者这是我能帮的吗 说的禅修者 他在对待周遭的人 他都是随缘尽 但是没有强求 你不要以为 说禅修者 他看起来 永逸着 慈悲 然后他可以 无条件的 不断的在信念规划着 我要怎么样去救度人家 我怎么去帮助人家 我怎么样 孝敬父母亲 我要怎么样的 引导我的小孩子 严格上来讲 解脱的人 他是没有在 费心好神 五代的 说法 有一个是 很 生动的 描绘这种心情 他说 圣者如钟 他像那个 钟一样 你如果你 扣他扣得很大声 他就会传出很大的回音 你如果轻轻地扣他 他就传出一点点的声音 你如果你不扣他的的话 那么 他就 安静无声 所以 你有可能会看到 在 积极 说法的禅修者 那是因为有 恰当的 因缘 在 产生出 这样的一种 形象 然后 也有可能 一个禅修者 他是 沉默寡言 他是甚至是 隐退于 世间 他觉得他是 没有地方 使得上力 他也没有 合适的群众 他全然是可以 安于 无视 安于 不被 世间的人 所 知道的 所以你一开始说 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境 没有 强求 你以这种 没有强求的心境 去接触人 反而 你会更容易的 有机会去触动 别人的心弦 如果你是抱着一种 有求 或者是刻意的 要去说教心情 去跟像的小孩子相处 我要怎么样的灌输 他什么样的观念 我要怎么样的 让他能够改信佛教 等等的 那个效果 就算是有用 他也都掺杂着 很多的副作用 所以再次的 如果你要帮你周遭的人 那么你就 一边 像是照顾着你自己的心 像在修 心念柱一样的 去观察其他 也就是说 其他的人 在你心中的呈现 他只不过是像念头一样 然后你对于这些念头 你是全然可以 不被摆弄的 你是不会盲目的 去回应的 你对于这些念头 你在做的只是 善巧的 四两拨千斤的 导引 化解 在宁静 在安详 在慈悲当中 了解 融化 感染 如同 面对你自己 心境 一样 面对所有 其他的人 OK 好 我们再看 下一位朋友 这是最后一位 写性问问题的朋友 他提到 感恩朱老师 关于小空间的开始 当第一次接触 您的文章时 我就感慨 省了我二十年的 读经便经的时间 我对遍乐经文 已无兴趣 除了印象深刻的 小空间 请老师 开始 一 欲漏心 有漏心 跟您三十二 讲座中提到的 欲爱 有爱 其无有爱中的 欲有的概念 是完全一致吗 空 有 是 想 等 是不是属于 无有爱 OK 好 第一个部分呢 它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它这边的这个 漏 这个字 你可以把它跟爱 是等同的 或现在有的地方 它甚至可以跟 好几个其他的字 是等同的 好比说像 食 好比说像 曲 等等的 它都可以是跟漏 是同一词 然后你这边讲到空有 事想等 是不是属于 无有爱 并不一定的 并不一定的 你一个禅修者 他是有可能在修学着 空有 事想 但是却没有在鼓励 无有爱 或者是完全不会 增生出 无有爱 无有 它要变成一种 爱 它必须要是一种 推逼的状态 所以具体而言 我们用一个例子 来做说明 如果我们对于眼前的 像现在外面的 很多青蛙在叫 然后你对于这种噪音 你有一种 怎么那么的烦躁 我多么的希望 能够进入到 无声的状况 然后你不是在 当下体验 无声 而是你对于 无声的状况 有一种 希求 有一种 真希望 然后这种真希望 能进入到无声 它同时 表现出来的 往往也是 对于眼前 这个声音 是有排斥感的 所以无有爱的人 他往往 他会对于 有 他会对于身体 等等的状况 有排斥感 然后你又问到 何谓 遇漏心 流漏心 无名漏心 需要 区分吗 这个在 我们在过去的课里面 有提到很多 当然到了 阿皮达摩的时代 把这三个分别 对应于 欲界 跟游界 那个色界 跟无色界 这三个层次 但是这样的 这个对应法呢 是 某一个部分 是有点牵强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欲界 一样会经验 无名漏的 我们在这个 这个 无色界里面 你仍然是有可能 存有着 那个欲漏 它的种子 虽然它是没有 起现行 所以 是不是 这三者一定 僵硬的 跟这三界等同 这个是 需要多加说明 然后第三个问题 你提到 不乐不求 不住于 无想心定 唯存 命生之六入 这与单纯的觉知 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 以我的 解说法 我可以 把它解说 可以说 你不必要 去给它 做这样子的 区分 你可以 就把它理解为 练习 贴近 单纯的觉知 OK 好 这些是朋友们 所寄来的问题 对于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心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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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关于基督教的问题 基督教 它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对这个国家呀 这个民主啊 这个自由啊 是不是要好一些 OK 这个是可以从 两个层面来讲的 在美国 有很多的 所谓的humanist 人文家 他们有一种 基本的 反基督教的情绪 然后在他们 解说历史的方式呢 他们会说 实际上 西方文明 它的启蒙 文明的开展 这里面包括了 像人权 民主 社会公益 这些观念的形成 它恰好是 摆脱了 教会 在黑暗时期 中古时期 思想的垄断 而产生出来的结果 也就是说 西方的民主自由 它是因为 欧洲 它有能力 开始 反思 批评 甚至摆脱 基督教的 影响力 它才能够有 这样子的 文明捷径的 然后在另外一方面 当然也有 对基督教有 同情的人 他们的观念 是觉得 你只有在一个 尊重神本 或者起码是 灵本的 这样的一个 世界观 你才会 尊重生命 你在认知 这个世间的时候 哪一个单位 是最重要的 中古世纪的时候 那个单位 可能是民族 可能是国家 可能是帝国 可能是朝代 可是 启蒙运动 它结果说 这些单位 它当然都有 它的意义 但是最 高的意义 最重要的意思 在于 个人 最终个人 他要对他的行为 所负责 然后最终 当然我们这个 要把它 迁回到佛法里面 来谈 迁回到解脱道来谈 解脱道里面 它实际上 有类似的 这样子的观念 但是解脱道 它是在佛教里面 是一个 唯乎极为的力量 它从来就不是 佛教的主流 所以 你如果你说 佛教的世界 它好比说没有民主 没有人文的 这方面的开展 这个是极度不公平的 因为当今流传的佛教 它是一个 历史很多偶发的一个 一个产物 它跟佛陀的教育 是全然不能画上 等号的一个东西 如果是佛陀 他的解脱道的教义里面 他有一种思想 他这思想就是 这世间最重要的单位 甚至不是个人 最重要的单位是意念 是心形 这个是最重要的单位 如果你把个人当作是 最重要的单位 这个虽然 在民主启蒙 人权尊重上面 有它的利益 可是同时它有巨大的副作用 为什么西方的社会的人 被发现到 有更大程度的 像是个人自恋的倾向 或者是更大程度的 压抑 忧郁症的倾向 这个跟把自我 把个人当作是 最重要的单位 说不定是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 摆脱开 以国家 以帝国 以民族等等的 这些作为最重要的单位 然后也不安于 以自我 以个人作为最重要的单位 而是 依照着念著的修行方法 把意念 把心念 当作是 最重要 你要去关切的单位 那个产生出来的 启蒙的结果 是远远大过 西方 欧洲 他们所经历的启蒙运动 傅老师 我觉得你说的 有些道理 但是我呢 仔细的 我也仔细的 研究过很长时间 比如说 基督教 他尊重人人平等 还是很重要的 在佛教里面 他是众生平等 其实我们 你们仔细的考虑一下 肯定还是 人与人是平等 还是有道理一些 你说众生平等 那我们很简单 很多人就有疑问 你吃肉 基督教的 就连这个 是不是人人平等 这个都不是一个 概观定论 基督教里面 我们举例来讲 旧约 新缘圣经里面 有很多讲到 那个蓄奴的问题的 那个奴隶 那个上帝 他如果允许奴隶的存在 然后 这个 基督教的经典里面 有很多打压女性的 这个 旧约圣经里面 有很多 歧视 这个所谓的 Gentile 就是非犹太人 所以看你是 用什么样的角度 当然 你如果你坚持 要用某一个视角 你特别的去强调 基督教 人人平等 的这个观念 你是可以找得到 相对应的经文 可是同时 你如果你是全面的 去看待的的话 基督教这种 人人皆平等观 这是一个 相对于 很近代的 基督教 新开发出来的 一个神学观念 然后这个都是 已经是 跟禅修 有一点 离题 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们可以 就是 这个部分 就不多讨论 这是没有定论 这是没有定论 这个在学术界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 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文 是完全反驳 譬如说 他讲到美国 最重要的 十几位的 创建的国父 他们是dias 他们不是Christians 他们自己都称呼 自己是dias 不是Christian 他们的 对神的观念 对上帝的观念 更像是 好比说 希腊 波拉图 哲学里面的 那种神的观念 而不是 这个 Dio Christian 对 如果他们 真的是基督教的 的话 那么 美国他应该是 基督教 立国的 但是他宪法 明明在多处的地方 清楚的讲 他不是 你宗教的立国 更加不会说 偏重哪一个宗教 在佛法里面 然后你如果你简约的最终的单位 是像是个人或者是物质 那样子的道德基础 它是相对是薄弱的 所以佛法 它有一个基本的现象 这跟世间 那个宗教最伟大的地方 一个共同的点 那就是 我们是无法被简约的 所谓的自我是无法 最终极的意义上面 被定义 被限定 说你是什么 然后因为有这样的一种重养 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超越 有这样一种超越的心 有这样的超越认知 所以个别的意念 他才有可能 能够知道 谦卑 再知道有更高的归顺的对象 然后这样的这个道德的来源 是源源大过于 好比说法律 外在法律 或者甚至是神本主义 像基督教 他们讲的 你要服从神 服从一种偶像 服从外在的一个神力 甚至是更加强而有力 也就是说基督教 你都可以把它分成不同层次 它有那种比较 我们可以说比较通俗化的 低位节 它有那种比较深奥的 这深奥的部分 它好一个部分 它的基本的精神 可以是跟解脱到合彻的 好 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就再请 老师您好 是不叫我吗 对 是的 您好老师 您好 因为我是经常听 但是我能修行吗 还是不太高位 然后我刚才看您讲 那个五盖和新念处 如果在禅心中 那个有调局 是 然后我们怎么就在新念处上看到它 然后去克服它 然后那个能就很好的这个 是 是 是 我这一块我不太明白 您 好 如果有人问你这个很多心事的时候 心里有很多的牵挂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舒服呢 还是说无牵无挂 没有心事的时候比较舒服 你当然你一定会说 无牵无挂没有心事的时候比较舒服 对不对 对对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差异呢 那个有心事 有牵挂 你浮躁不安 你坐立不安 那不舒服是 怎么个不舒服法 如果我们稍微去感知一下 你有可能你会发现到 心里啊 它有点像是 有那个水 它在晃荡着 它在挤压着 它可能在往前冲着 类似像这样的动能 如果你觉得这个难以体会的话 你就 你一边这样观察 你一边 你用言语提醒你自己 你一边想说 我怎么知道 这个 有心事有牵挂是比较不舒服呢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不舒服的 这个不舒服 它是怎么样的感觉 你就 透过类似像的引导的言语 来帮助你 注意力能够更加放在 这个心它在动 心在晃荡 心它坐立不安 它的态势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听得懂吗 然后你又经常经常 是是是 你养成一个习惯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你越来越高频率的 你不是只是等到你 很明显的牵挂事情 很明显的在担忧 你才关你的心 而是平常你经常想到 要做个三秒钟 做个五秒钟 做个半分钟 做个三分钟 做个十五分钟 经常经常都在留意着 都在感知着 眼前自己是怎么样 被冲刷的 眼前自己怎么样 是被晃荡的 眼前自己心是什么 牵挂着的 一直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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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敏感度就会提升 你就会越来越知道 原来这个水波 它的流动方式 是这个样子的 明白明白 就是是刻可能 就是提醒自己 对 知道自己 对 如果说你觉得观察 内心这种动态 是太吸薄了 不容易掌握 都没有关系的 你就退回来 然后退到粗一点 退到 好比说你可以从 身体的动作开始了解 你可以先从 只是留意讲话 那不讲话 说你可不可以修行 还是可以修行 你没有讲话的时候 你留意着 没有讲话的 那个状态 一开口讲话 你就留意着 啊 这个 舌头这样子动 嘴唇 喉咙 胸腔 腹部 肢体上面这样的摆动 为了要增加戏剧化 你是 讲的这个 手无主导的 你 慢慢 越来越能够观察得到 你讲话 你的异扬顿挫 你的语气 你的速度 甚至你会感觉到 你心灭 那个背后 在制造出发生的 那样的动力 就是看到后面 它的那种 就是那动力 它是什么原因 是吧 你不需要去分析 它的原因 只是纯粹在感觉 那个动力 感觉 那个动力 就好像说 我们尿急了 你尿急的时候 你不用分析 说 嗯 我这个尿急的原因 是因为 膀胱里面有很多的液体 这个液体 它 造成的这个压力 你不用这样的分析了 你纯粹只是感知到压力 压力 就是自动之乱的那种 纯粹知道动作 它的畜生 它的发生 它的消退 动作而已 不需要分析 不需要 不需要去给它做说明 老师 那个说到 尽快分析 比方说 我们有的时候 在 我们在世间生活 我们在世间生活的时候 有些 比方说 那个 事儿呢 是想 静感性 来去分析一下 然后判断一下 那 那 那 就是判断 觉得我这样做对 还是那样做对 我们一般的人 那个判断 想事情的时间太多 实际上我们 如果说你真的还是需要用判断 用思考的能力 的话 你不需要很多 如果你的心情是很平静的 你可以甚至单刀植入 然后当下立决 你马上一个灵感 马上你就会知道 是不是对的 或是错的 所以不要太过的去相信 你想事情的能力 不要以为说 这世间绝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透过我去 想出一个办法 解决它的 其实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尽量练习 就是经常像是 观察你在打太极拳的时候 你才感觉这个行云流水 这个姿势的改变 一开始它并不一定是 你一开始的很多的自动 它有可能是烦恼的惯性 但是如果你继续的观 你的敏感都会越来越高 所以你会能够判别的出 什么是自然的放松 然后如果是烦恼的惯性 烦恼的反应 它实际上它是有用力的 它是有扭曲的状态 很多的人 他已经习惯于烦恼惯性 所以他觉得那是自动的 很多人觉得他发脾气是自动的 很多人他觉得说 他着急是自动的 可是随着我们的心 它沉淀下来 你会发现到 其实它不是真的自动 它只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一个习惯性 然后这里面是有扭曲在里面的 里面有神经质 里面有用力 对 用力其实就是有自己在果实的判断 残杂进去 然后我们会随着禅修的提升 你对于什么叫用力 你会有不一样的了解 这是需要这样揣摩 揣摩 这就是要透过你直觉上揣摩 直觉上这样一直观察 一直观察 你就知道 什么样的用力在造成的压力 什么样的用力是一种大自然自然的现象 它是没有参与者 那就是说我理解一下 就是说那个 心的这个用力不用力 是让自己在这个修行过程中 你去体会 对 用力是什么感觉 就是如果不用力的时候 那种敏感度又是什么感觉 对是的 然后我们的心因为 习惯性一直在细微的在用力 所以实际上绝大部分的人 他们为什么不能入定 他们为什么不能享受平安 因为他们心都在微微的 在担忧着什么 微微的在召集着什么 微微在盘旋着 盘旋于什么 然后你去留意这个 微微的化解它 连那样的压力都不造成 你会变得很安静 你会变得很舒服 那当我们这个心 如果不用力的时候 随着行的那种自然的敏感度 它告诉你应该怎么走 应该往哪里走 应该怎么去 是的 去做一件事情 是的 那个心的感觉做 肯定会不会错 是这样的一件 所谓的不会错的意思 这并不是说你变成了一个全知者 变成无事不办 并不是这样子的意思的 而是说不会是有问题的 你就算是 你活在这种直觉的世界里面 你一时 这个一时片刻之间 你讲话也不善巧的地方 别人听不懂了 你很容易可以纠错的 就是它不会构成一个 不可回溺的问题 它不会积累成为一个压力源 我们一般的人 它是问题越积越多 它是已经有问题了 然后它又在对继承的问题 还在起反应 起那个不当的反应 我们人的那个痛苦 它不是只是过去来 不是你过去业力所造成的 那最重要是你的当下 你的抓 你当下的反应 就是当下这个心 你是紧还是松 你自己对心的抓紧和知识 然后你要有能力 能够判断心是紧还是松 那已经不得了了 你要是能够 能够越来越清楚 知道这个叫做紧 这个叫松 那表示说 你已经是松到了一个地步 表示说你的智慧 开发到了一个地步 那个时候 你就会自然而然知道 什么叫扭曲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人 花那么多力气 爱面子 要顾着自己的面子 那是一个很不健康 很不舒服的状态 你就不会喜欢 要去花力气 在那样的状态 你自然而然觉得 那是一种生病的状态 那个一般的人 花那么多力气 收集成就 所以他能够 这个看起来很风光 一个禅修者 马上就感觉到 这是内心一种皱纹 这是一种生病 这是一种扭曲的状态 什么叫做心机是不祥的 那种那个 你在强求着 你在规划着 你在患得患失着 一般的人 他是处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然后你在患得患失 强求的状况当中 你以为 你在想事情 分析事情 计划事情 实际上你只在 让你自己白受苦 就幸会下个风景 周老师 我在残疾头中 就是我自己 就刚才您说的 这种我体会 然后我在残疾头中 我看到我的那个 妄念或者是 掉绝心过来的时候呢 我自己会提侧一下 然后就是 觉知一下 这个是不好的 然后那个心会很平静 很安静的 就专注在一个所缘 专注在呼吸上 然后会 身体会很 就是会进入一种 那种类似清安呀 或者是那个 无我的那种状态 就因为有的时候 很享受这种状况 可是有的时候 那个念版 那就又出来 出来了 最好的一个事 你就不知道该想下去呢 还是看了那个念头 该走下去 然后像这个时候 您刚才 接下来可以 可以做的 用功的方向 就是说 你不要等到 你有了调局了 有了问题了 你才来观察 而是 你却连安静的时候 你都在防患于未然 你都在 这个叫安静 这个叫做 不用多花力气 没有废心耗神 你都在继续的 在更熟悉它 你在 不耗力的 保护着它 你在留意着 嗯 是什么样的原因 会使这种状态 它中断 所以不要等到 你有问题了 再来化解问题 而是没有事情的时候 都尽量练习 高频率的禅修 高频度的禅修 这一点我就明白 就是不要让心 跑那么远了 你才转回来 然后再观察 对 就是说 其实有的时候 也能做到 看了这一面 那我就赶紧说 就提顺一下 我就不去醒 然后又进入那种 很安心 进入那种 很寂静 安静的状况 就是只关了呼吸 关了呼吸的时候 那身体 心情会很好 身体也会很轻松的 感觉就是 空空荡荡的 但那种空荡 不是说完全空掉了 这个都是 就很舒服的 这都是好的 这都是好的体验 可是你若你要 有大的突破的话 你一定要去探究 继续探究 什么样因素在打断 你若你光是 有这个好经验的的话 你光是有 这个好的经验 还是不够 你必须要让 这个好经验 它尽量成片 它是高密度的 你如果能够 很长时间 是处在这样的 一个状况当中的话 你就会容易 会有大的突破 你若你只是有 断断续续 这样好的经验的话 就不容易 会有大的突破 对 那怎么样 让它持续 更时间长一点 长久一点 多做嘛 多做 多做 多做这样的用功 然后你的这种用功 你会遇到 你很有可能 会遇到困难 对 你会太累了 我没有办法用功下去 那时候你就可以 反问你自己 是什么不自然的 让我那么疲劳 我能不能让 用功的方式 更自然 更轻松 那我再坚持一下 下一周 我们下周再赶 OK 谢谢 你好 周老师 你好 你好 我是第一次参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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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欢迎你 谢谢 因为我在学法 一段时间了 那 我在 我有 听到周老师 讲了一件事 让我 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自己产生的一个疑虑 是 就是我在思念处的修学中 我常常可以知道我在所谓五蕴的发起的现象 然后刚才周老师有提到那个 那我也在感受到那种 五蕴出现的状态 是 那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也就是这种觉知心 觉知心 我觉得我是有的 那 可是我现在不太了解 是五蕴里面 有讲到 生静为原 生世 这个世 有人称心 就是世 对 那 那 那这个觉知心 又是世 可是这个觉知心 又能够觉知 对 那我不太明白的是 这 觉知心 是不是 这个觉知心 是 永恒的吗 是 是会一直在的吗 因为 以 以佛法 决定来讲 是一切是 那个 对 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这样子 比较有意义的去区别开两个字 心跟是 然后所谓的是 是它就是一种 被制约了的 那个觉知的方法 什么叫被制约了的 就是说好 比如你是透过眼睛看到 你透过耳朵听到 或者是说你是 透过某一种记忆 你承载的记忆 你被这种记忆影响之下 你这样去接触经验 或者是说 你是以这样的 期盼的意愿 去接触那个经验 也就是说 什么叫意识 意识 它就是一个 在时空里面呈现出来 它是以活动为取向 这样子的一种觉知 它是活动为取向 所以佛经里面 它有时候 它甚至会讲说 意识的轮转 这个意识 它有了肥沃的土壤 然后它 会寄生 它会依附 它会这样子讲 然后心呢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 它是未呈现 它是没有被制约的 或者你要用 另外一种白话文 解说它 就是它是 永远无法被定义 它永远不能是 当作一个课题 被你的意志所掌握 被你的意志抓着 啊我看到它了 啊我认识它 这是它的特质 它永远没有办法 这个样子 所以意识 它的 所以这个心 它的本质 它是自由 它是没有办法被界定 然后你刚问说 它就是永恒 永恒 这个字都还是制约的 都还是承显的 为什么这样子讲的 你怎么知道 某一个东西是永恒的 你一定是要进入到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你一定是要透过 换起了某一个记忆 然后去比较 啊我眼前这个境界 也跟过去那个境界 它是一样的 所以它一直存在着 所以你可以下降节 或者说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不存在的 不能一直存在 然后同时你还有未来心 它会不会继续维持着 或者它不会继续维持着 可是心 它的质地是 远离这些状态的 就连永恒都还是一种时间像 心它是没有时间像的 它不需要透过记忆上的比较 一个对比 它不用透过你把现在这个记忆 它前记后记去区分 它完全不需要透过这些新型的活动 它就是一个如此无法简约的现实 涅槃 在佛经里面 它就是意识 它不再被界定 那意识它像火焰一样 它是被燃料抓着的 它被燃料逼着 要烧它自己 意识它看起来是有光的 它是有一个程度的觉知功能 可是觉知功它是从心那边戒了 那只是一个折射的光 真正的光 它是讲不出 它有什么发射点 有什么降落点 有什么它中间要经历的路程 讲不出来的 因为都是光 都是心 它讲不出来的 然后涅槃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我们这边所讲的心的同意译词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我们所谓的心 也就是所谓的觉知心 或是真正的本心 它是一种状态 然后不能够 它不是一种状态 它不是任何一种状态 如果是状态变成水 它就变成了 你若是状态是因为说 鱼它跟水有摩擦了 水在动荡 它才知道说这是状态 它才会知道说 这个水是暖的 这水是冷的 这水是极湍的 这水是很缓慢在流动 水若不是状态的时候 你会忘掉了水 你没办法形容它 没有任何特质可以 涅槃它不是任何一个状态 所以应该是会最后一个 就是无法用现有所有言语 思想去诠释 或者更精准一点讲法 它是无法用任何的心形 能够导向目标 然后语言作为一种心形 所以它也是在这个范畴里面 清楚 谢谢老师 OK 好 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这个最近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吧 我出现一种状态 就是有一种energy crushing的状态 这个包括它主要是出现在 在我的情绪变化中 包括我现在讲话我都得特别小心 就是任何的我日常的情绪变化会引起 就是好像我感觉就是人就 就进入一种晕泉状态 好像那个就脚趾头就得要抓着地才能保持那种情绪 就是尤其是那个excitement 尤其是说是这个excitement 包括我掉稍微高一点 我马上就能感觉得到 我试过这个好像不是我生病 因为我去健身房锻炼一个小时举重什么的 我身体完全承受 没有一点这种好像失去能量要倒下的那种感觉 但是一旦我进入这种情绪上 包括兴奋啦 frustration啦 甚至稍稍的一点 负面的judgment 他都会身体变得对这个东西特别的敏感 我能够调回来 就是我知道怎么样放松回来 他就没事了 就是我还照样做什么事都可以 但是因为我现在平时也是养成这个习惯 我会做事的时候 我会很注意提醒自己 只是让自己该做事的那些肌肉去工作 其他部分尽量放松 去增加动作上的动作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一周内出现 就是说 人变成 就敏感到这种程度 就是 你就包括现在来说话 我现在能感觉到 我这个sign本逐渐上了 我就要稍微的 让它平一点 是 我不知道要 要怎么样去调整 这出现太平凡了 OK 在客观的因素上面 有的时候 它真的是跟我们的中耳失调是有关联的 当然 如果是跟这方面的 医学的原因有关联 这是特别的难以去处理的 很难是透过传统的医疗的方法来处理 所以我们几乎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调控管理 那在调控管理上面 有两个部分 你可以留 一个部分呢 就是 平舍心啊 它可以像是一个保护膜 穿在身上 也就是说你去到什么地方 你做什么事 你都 带着 这样的一个保护膜 这保护膜 它是一个怎么一回事 你可以想象 在传说中 佛陀他成道之后啊 那个魔君 对他的攻击 各种的疤疯 各种的批评 诋毁 各种的诱惑 他这些攻击的力道 在进入到这个保护膜的时候 他会瞬间的质变 化成鲜花 本来是弓箭 本来是这个 有杀伤性的武器 他进入到这个保护膜之后 他自然就产生这种质变 然后他那个具体的那个做法啊 就是 你有一个意象 这个意象就是 我不用启翻 不管多敏感 那敏感 不管它多么的强烈 我只要我是在 保护主的能量 我没有把力气浪费 在一直积极忙忙 有一个刺激 有一个反应 有一个刺激 有一个反应 要忙忙碌碌的 那么不管多么敏感 它都不会造成 精神衰弱 它都不会造成不舒适 所以也就是说 人变得更敏感 但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人变得敏感 会是一个坏事 你敏感 所以相对应的反应也多了 你不断不断 积极忙忙 几乎不停歇的反应 在使得这种高敏感的状态 不舒服 并不是敏感的本身 在让你不舒服 所以你要先有 这样子的认识 穿上 停舍 放下反应 这样的一个保护 然后你进入到 这个保护膜 你去看一看 它跟你是零距离 它这是不需要说 我要跑到更衣室去 把这个保护膜穿上 我不管多快时间 我要花三分钟的时间 不管多快时间 要花八秒钟的时间 我才能够跑得到更衣室 我才能够有机会 把这个护身甲 穿到身上 不是这个样子 你透过不断的观察练习 去知道 那个平舍不反应 它是你内心 完全贴近的质地 所以你一直都是安全的 你那个你说脚要用力 它才抓得到地 那个就好像是一个 做梦的人 他失足 掉下了悬崖 他拼命要在那边抓 实际上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他温暖安全的被窝 你也是如此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 你温暖安全的 觉知 平舍 从来就没有过 唯一在造成 你有那种错觉 觉得啊 我要失足了 我失去平衡了 是你的盲目的反应 同样 你在做梦的时候 是什么让你有要掉下悬崖的感觉 是你忽然之间紧绷 惊慌 反应 你才会有要掉下悬崖的感觉 但实际上这整个的背景 它都是平安温暖的被窝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当成是件好事 就是说他正在帮我 调整到日常尽可能保持 这个 因为他等于相当于一个警告信号一样 就是说 现在你又进入这个反应状态了 那我就赶紧退过来 那么 我现在日常就尽可能的不去反应 那么 对 禅修者他会学习 有能力的时候 把所有的困扰 通通就变成是有意义的困扰 所有的不舒服 不是因为痛苦都变成是有意义的 不舒服跟痛苦 所以是的 你可以 如果你是 觉得做起来很顺心 是的 你可以很正面的 因为这样的困扰 使得你不得不 更密集的禅修 你只要一步密集的禅修 你陷入到了那种 盲目反应的状态 马上警铃就响 所以在心态上面 是没有排斥 是没有敌视 眼前的这种状况 相反的 是以一种有意义的 崇高的心境 去面对这样的状况 这都是好的心情 好的 那我就继续 继续往这方面努力 谢谢朱老师 朱老师好 你好 谢谢朱老师 决心您这个课程 几个月了 特别有收获 但是最近呢 碰到一个 特别 感觉特别 根本性的矛盾 我也请了 不少有经验的师兄 请主要 但是还没解决 他们都建议 跟您直接来问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 咱们学习这个课程 要诸行见词 只吸一步豪心费力 但是呢 您比如 您作为一个阿罗汉 来给大家讲课 听提问 这个呢 是叫随缘进奋 这不就是随缘进奋的 要豪心费力吗 那这样呢 它带来的一个 根本性的问题就是 既然一个阿罗汉 可以讲课 豪心费力 它为什么 说极端一点 不能杀人放火 那么呢 反过来讲 一个阿罗汉 不可能去杀人放火 那么豪心费力 那它为什么 可以讲课 可以听别人说话 可以自己脱脖 去吃吃饭 甚至 它活的呼吸 都是豪心费力的 OK 首先那个 我们的讨论 没有牵扯到 什么 是不是阿罗汉的问题 然后好 我们就专门就是 关心着这个 这个耗心费力的 这个区块 为什么 挣得出国的人 他会没有例外的 就虽然说 不同的出国 他有不同的风格 他有不同的做法 可是他 没有例外的 都会 无法再制造出 特别出众的烦恼 好比说像什么样 出众的烦恼 好比说 看不起别人 好比说 视强凌弱 这些新闻模式 在出国上 完全都没有 然后你说出国 他一样 他可以 规划未来 他可以 这个规划 他的退休生涯 两者都是耗心费力 可是耗心费力的 程度是不一样 而且他不是只是 程度的问题 而是 一个建法的人 他会知道 什么样的 内在 皱纹 他是一种 造作 他是用 pathology 他是用病态 你如果说 你有尿液 你说我要上厕所 这是有动作在发生 跟这个 你说 我要怎么样 维持我的形象 让人家都认为 我是阿罗汉 这两种心力的使用 是截然不同 他怎么样 截然不同 首先 你因为有尿液 要起身 去上厕所 他这里面是 不必然要 伴随着 参与感 作者感 不需要 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你没有 参与感 没有作者感 的的话 你甚至不会觉得 这个身体 他移动到厕所去 是一个会让你 精神上疲劳 的事情 相反的 如果你是有参与感 是有作者感 那是会产生疲劳 所以一个随缘 敬奋 在这时间 不只是说法 甚至就是跟家人的 相处 一个禅修者 一个解脱的人 他仍然是有活动 有这个客观的活动的 现象 可是他这里面 没有任何的强求 而是只有单纯的 午蕴 他在离苦得乐的 基本动作 午蕴 他吃东西 是基本的 要离苦得乐的动作 午蕴 他在天气热的时候 会开冷气 这个是基本的 离苦得乐的动作 可是除了这个 基本的离苦得乐的 动作之外 我们有另外一种运作 我们有另外一种运作新型的方法 那就是 迁入了 参与感 迁入了作者 那就不一样 我们只要活着 午蕴 他就会要离苦得乐 佛陀 佛陀 他为什么会要说法 会离苦得乐 你说 别人受不受苦 怎么跟他离苦得乐 有关联 一个解脱者 他的内心 那个自我的界限感 跟众生的界限感 越来越 吸饱 所以当他看到 他可以处理的 那个少苦的部分 他会随缘敬分的去做 这样可以了吗 那朱老师 假设 我所存在了 跟希特勒 一个时代 他有一个按钮 就可以把希特勒 这种假设 首先 这完全是一种假设 是不是 就是说 世界上认为 你可以完全的预知 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那问题要解决 问题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这样的事情 连佛陀他都不承认 能够预知未了 是不是 然后 但是 若老师 但是有些事有实际发生的 您比如说 大滥陀寺 就是印度的佛陀消灭 其中有一个因素 就是被 几个教派 杀了所有的信仰的僧侣 一个残求者 他的 他的秉持着 会命的方法 不会是像 世俗的人一样的 只是 看到 那个外在的 制度 外在的思愿 这个样子 他对于这个世间的会命 他也没有强求 他只是在 随缘 敬奔 如果没有那个机缘了 他是休息的 然后你不要以为说 佛教 他外表 好像说被摧毁了 以后人类没忘 不是这个样子 一个知道心人 就知道说 真理 跟每一个人的心 是多么的接近 他这个真理 他不断不断的 被不同的方式 诠释出来 会用不同的方式 体现出来 然后你没有担心 你没有担心说 我一定是要 他用这种形态 用一种 南传佛教的形态 或者纳烂陀寺的 这个法脉 或者是原始佛教 他甚至连这样的观念 他没有用什么样的形态 然后这个道 这个法 他就是无形当中 他自己 自己的方式 一直在启迪着 那严格来讲 最终于什么启迪 所有的意念 他的起源 跟他的归宿 都是法的 所以解脱 是他没有这样的多心的 没有关系的 好的 朱老师 关于这是第一个问题 但是跟这个类似 还有一个小 就是阿罗汉讲法的时候 他会去 豪心费力的去整理 这个理论吗 比如说 这个就好像说 一个五蕴 一系列的五蕴 他会不会 耗心费力的说 哎呀 这里是大礼堂 我不能在这里 就地大小便利 我必须要去找到 一个厕所 去大小便利 他当然有可能 可以 去做出这样的 盘算计划来 但是这里面 是没有耗心费神 因为他里面 没有植入参与感 他没有植入 作者 所以五蕴在做五蕴 资宽在做 资宽的事情 是不关五的事情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个山 它有没有重量 它是有重量 可是没有人 把它扛起来的时候 是谁在感觉重 那个重量 变得没有意义 当你讲说 那个重量 没有意义 并不是说 你在否定 说那个山 是没有重量 你只是讲说 没有人去 把那个山 扛起来 OK 谢谢你 钟老师您好 我报告一下 自己的禅修情况 然后请您 做一些点播 进一步的 我现在练习的 还是 我是觉知的 这样一个主题 但是我的 西星之所 它做了一些调整 那是因为 前几天 跟一个朋友 去交流禅修 然后他在这方面 就点播到我了 就是说 给我一个 很大的启发 就像是 钟老师您刚刚 跟前面 前面几位朋友 就聊的那个一样 就是实际上 我们所能够 感知到的 这种世界 它是很主观的 然后这种 主观的世界 它是 它是通过心 所呈现的 就是这些经验 它本身就伴随着 觉知也好 心也好 然后这 这给我了 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 那我完全可以 就不用再 像以前那样 去找一个心 或者找一个 所谓的境界 说那个就是了 就当下 只要 只要有感觉 有觉知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想到什么 它就代表着 心就 从来没有跑 到哪里去 还是伴随着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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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样的认知 很重要的 有一种 当处即逝 不假外求 对 而且那种 当处即逝 是没有例外的 就在这个妄念里面 就在这个心动里面 你就看到 它的 休息处 是的 主老师 就像是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心安了很多 就 像以前对于那个念头 它其实还是有比较粗糙的那种动作 那个动作 它是伴随着排斥 不喜欢 或者说是 抗拒的这种力量 那现在的话 甚至就是 不仅仅是念头 包括触感 就所有能够觉知到的这种 所谓的境界 对 是的 其实不是要去调整境界 而是通过这种七星之所 去调整心跟境界的关系 然后 对 是的 这边 讲到 好几个重点 然后 对于七星之所的进化 就是这样子做 你就去揣摩 就说 怎么样它是更贴近 怎么样是更极客 怎么样是更当下即逝 怎么样是 更加可以 没有例外的 让你很顺着 很简单的 在这地方 休息 得到皈依 得到保护 是 我自己的 自身的感觉 就是跟之前的那种对比 之前会 还要去找到身体的触感 这室内的 其实也是动作 对 是的 现在会 听众很多 是的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说 要找到什么地方 重点是在 瓦解 意志 这也是 一方面我是发现 这种 这种 七星之所 调整了之后 它的那个 禅修带来的效应 会很快 以前 以前 比如说 有撑的这种触感 或者是瘫的触感 它会持续很久 我只是呆呆的 这种看着 然后承受着 那现在 仅仅是想一下 我其实心 没有跑到哪里去 就在这里 是的 而且你这样子 你会发现到说 那些粗糙的烦恼 那些费心耗生 它是要你 很造作 很用力 它才能够维持 你只要回归自然 你只要审理 那个烦恼 它没有能力 能够自我延续下去的 然后 其实不仅仅是 这一个环节 还有另外一个环节 就是继续的去 做这个工作 就像是 我知道 我知道心 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了 然后我要做的就是 让心知道心 让心回归心 那这个过程 那就是诸行 见识 止息的这个过程 就不断的 不断的重复的 对所有的 那个 所觉知到的境界 舒服的 不舒服的也好 一样的就是 不跟他们发生关系 然后进一步的就是 就是让心修行 对 是的 然后你这样的这个过程 它会变得越来越自然 越来越不找痕迹 越来越不是感觉很正式 你要采取什么技巧 你要锁在什么样的夜处 你要这个采取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 越来越不是这样子 那个直觉是越来越行云流水 越来越不找痕迹 越来越好像你什么都不用做 是 朱老师 我有这方面的那个体验 就包括说 细心之所 它到底在哪里 我是不知道的 我也形容不出来 但是 我是心安的 这 对 这足够了 对 是的 是的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说 我会发现 就像今天的那个引导的主题 这些五概的这种状态 我还是会把 这会产生的 它可能会细微一点 但是还会产生 然后包括 会有惆怅啊 这种这种压力感 它还是存在的 基于这样一个现象 我就知道说 那就是继续修嘛 套用北传的话语 就是误后祈求 那继续修就是了 对 而且你会发现到 什么样是 越来越能够 即刻放下 没有延续 没有啰里啰嗦的 没有说啊好吧 我只好在 我还没有到 到达这个标准啊 连那个啰嗦都没有了 你就是当下就 拜托 是 就越来越就是一定 越来越那不是问题 越来越像是 四两波前景 就就轻飘飘的 就就 就舒服了 是的 那朱老师 我还有一个 呃情况就是 我观察 呃这几天 其实睡 那个时候的能量状态是比较低的 它是会 就是会对我造成困扰 那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去挑战呢 去看到说 你能够知道那个能量低的 它从来没有 你不要以为 你能量低 你只知道能量低 那个知道能量低的 那清清楚楚 那个心里的世界 也浑浑浑浑浑的 但是你是清清楚楚知道 那个浑浑浑浑的 OK这样就足够了 这样就 就是那个 你如果知道 四两波前景的方法 就是这样就都够了 嗯 你就不会滞留在任何 你评估 你面所认定的 好坏里面 你就行云流水 不断的就是 像鸟记一样 不留下痕迹 不不不找痕迹 不断的就是化解 不断的自由 嗯 不断的向往的自由和解脱 就不断的去体验 放松脱开来的这种 这种轻松感 这种状态 对 嗯 好 谢谢钟老师 我没有问题 好 陆老师好 我 我先想 叙述一下 我最近对 不死之心的一个 感受的变化 呃 我之前呢 不死之心至于我 它是一个稳稳的 在底下的 不动的 然后上面有什么样的 大风大浪 情绪无韵的这种 呃 波及 它底下 我随时可以回去 以前我是这样的 一个感觉 是 然后随着 因为我 最近一个月呢 就是比较 比较密集的 呃 学习和 和练习 休息 然后 嗯 不死之心 在我这里 它的那个感觉 有了一个什么样的 变化呢 就是呃 它变成了一种 无所不在的 然后就是 遍及各处的 而不是说我要去找到 那个稳稳的那个地方 是的 它变得更 广大了 是的 是的 真好 所以 我们贴近 觉知 贴近心 它几乎都会 经历的 一个过程 连这个部分 都开始休息了 你就开始 越来越 要怎么形容 没有内 没有外 没有要排斥的 没有要 这个 呃 包括的 哦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 统整的 是 就是刚才您讲的 这个感受 我现在逐渐的 能体会到了 它的这种 无排斥的 然后 涵融在内的 然后又是 非常的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对 是的 好奇了 谢谢您的分享 然后周老师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呢 随着自己的 这个休息 我是感觉 就像刚刚 有一位同修讲的 就是感觉自己 越来越敏锐和敏感 这个就是在 和别人相处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就是 可能同理心 会比较强的这种 就是当别人 给我叙述一些 他的情况的时候 我就会自然的 同理到 他的那个状态去 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其实就是 包括他身体的 他的哪里紧 他的哪里疼 他哪里堵塞 我都在自己的身上 都有体会 是的 然后在这个同时呢 我其实是 都观察到的 然后也同时 不断的在念注当中 说好 那我现在在认同什么 我发生了 这样的情况 我在 我因为进入了 他的什么情境 我发生了 这样的情况 我还是会在 进行当中 也会观察和 去辨识 但是呢 可能因为自己的功夫 还差得很远 所以导致我 即便这样做了 还是会很紧 是是 OK 我们有一个口诀 修身念注的时候 不管是关 内生 外生 都是 观生 如生 修 受念注的时候 不管是 观 内受 外受 都是 观受 如受 同样的 心念注 法念注 亦父如是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般对于你这种 同理心特别强的人 有很多老师会跟你建立 怎么样的 给你自己 建立起好的界限感 保护你自己 我反而不会这样 做 特别是你刚刚你形容了 那种 同整 没有排斥 的心境 我们又怎么样能够 继续的这种 同整 没有排斥 没有排他的 这种心境里面用功 然后同时又能够 在高度同理心里面 保护自己 做法就是 你要看别人的心境 看别人的身体 就如同看 沐风的心境 一样都不是我的 一样都是 不需要 无畏反应 所以 你在面对别人的时候 就像是面对自己的心境 一样 你在面对你自己的心境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 有好多的杂念 你就手忙脚乱 你就 呵斥 批评 罪恶感 然后 忙东忙西 同样的面对别人 就心境 也是这样 就好像看到你自己的心境 把别人的心境 跟自己的心境 甚至都不用把它区分开 这都是经验 这通常都是 觉知里面呈现主 都不用去区分 你唯一在区分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 是无畏的反应 唯一的区分 其他你不用再去分说 啊 这是我的心 这是他的心 我怎么保护我自己 不用 都不用这样子 然后 所以你是 跟自己的内在互动 和跟别人的互动 那个方法 基本上 都是一样 嗯 对 我听朱老师这么讲 我就 有点毛色顿开的感觉 因为我直觉上 就觉得那种 说我要保护我自己 我要怎么树立 结界 所以你现在状况 那个是 反其道而言 是 反其道而行 不适合的 你大可 通透的 继续体现着 在生活里体现 充分体现着 没有排他 没有隔离 这样的心情 好 我明白了 朱老师 我会这样去练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有看到 还有好几位朋友 都举手 那个 圣树 等等的人 谢谢你们 有耐心 下一回 我们尽量让你们 优先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就到此为止 希望所有的 与会者 祝师平安 我们下一回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